王茅仲一位不离李隆基左右的贴身保镖 他为李隆基登上皇帝之位立下了汉马功能 当功臣们一个个被除去的时候 王茅仲却进一步获得了李隆基的宠爱 那么王茅仲风光无限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危机呢 敬请关注戏的节目 长恨割职 盛世危情 第三集 宠臣兴衰 王茅仲 最主要就是李隆基的家努 在李隆基的少年时代 他就常常携弓箭不离左右 类似今天的贴身保镖 李隆基第一次起事朱砂为后异常顺利 是与王茅仲事先用心结交禁军头领分开 第二次 在与太平公主的生死之战中 王茅仲更是用心用力帮助李隆基 先办了太平公主 李隆基登上地位 王茅仲功不可忽 可是自从李隆基亲政后 功臣们的命运并不是很好 为了稳定统治 很多功臣都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 唯独王茅仲继续享受着李隆基的套玩 成为了玄宗的心腹宠臣 然而开源中期 经历了大风大浪的王茅仲 却在小鹰沟里翻了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长后不止 盛世危情 第三集 宠臣兴衰 那我们上一集不是讲了 唐玄宗废除掉了王皇后吗 就是他把后宫的事情刚刚解决没多久 内庭的权力斗争又开始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这个内庭的权力斗争啊 和一个人有关系 谁呢 王茅仲 我们多少次提到这个人了 本来是唐玄宗的家奴 后来因为政殿有功嘛 就成了唐玄宗的心腹宠臣了 那什么叫心腹宠臣呢 我们先看什么叫心腹 唐玄宗派他担任 简教内外贤旧 兼职兼牧师 这个官名太长了 什么意思呀 说白了呀 就是负责给这个中央禁军 还有各地驻房的军队提供战马的这么一个官 那可能有人说了 这不是毕马温吗 毕马温难道是玉皇大帝的心腹吗 那毕马温不是心腹 但是我们一定要理解王茅仲担任这个位置有什么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和今天可不一样 古代骑兵非常的重要 在战争之中全靠骑兵出力 那在中国历史上 凡是这个骑兵兴盛战马比较充沛的时候 国力就强盛 比方说汉朝和唐朝就是这样 那什么时候战马供应不上 骑兵也压缩了 国力保证衰弱 比方说宋朝和明朝就是这样 那有骑兵就得有战马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养马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在唐玄宗时候 他不是雄才大略老想着开疆拓土建立战功吗 这个军马它就尤其重要 那王茅仲也是一个聪明人 他知道皇帝很看重骑兵很看重战马 所以才派他来养马的 他就一定得好好干 怎么才叫好好干 王茅仲首先是精心研究动物学 研究怎么样让马生息繁衍 他接手养马这活的时候 唐朝的战马一共才有24万匹 十年之后 这个马就繁衍到了43万匹 十年之间差不多翻一番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可以说创造奇迹了 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 那么王茅仲除了精心研究动物学之外 他还干嘛 他还精心研究管理学 因为我们知道几十万匹占马 那每天吃掉的马料就得有多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额 这里头最容易产生经济问题了 怎么办呢 王茅仲就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不仅严格要求自己 也严格要求下属 做到一边都不贪污 一边都不浪费 一年光给国家省下的马料 就有几万单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数字 那光会省钱还不够 王茅仲还会生钱 羊马怎么生钱呢 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马是有自然消耗的 有些是病死了 有些是老死了 有些是受伤 得把他打死 这些死马怎么处理啊 王茅仲特别有经济头脑 他把这些死马拆零碎了卖 马皮卖 马骨头也卖 马肉也卖 一年光在这一项的收入 有多少呢 就有八万匹卷 这是好大的一个结余啊 你想想别人养马烧钱 人家王茅仲养马挣钱 所以啊 这个事情呢 做得非常好 那我们也知道 要把一件事做好 除了要有头脑之外 还要有什么 要有实干精神 要有责任性 这点王茅仲就更是没说的了 他为了把这个马养好 每天就住在宫廷马圈的旁边 有家也不回去 这跟大雨之水也差不多 因为有这种兢兢业业的工作太多 所以呢 这个 央马事业在王茅仲手里非常的辉煌 那到了开元十三年的时候 唐玄宗要东风泰山了 检阅王茅仲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唐玄宗给王茅仲下了一条命令 让他率领几万匹马来参与这次风扇 王茅仲就挑了几万匹最好的马 而且按照毛色来编队 这样远远看过去 那些马在地上走 就好像五彩锦段 在地上飘一样 气势非凡 唐玄宗非常有面子 一高兴就在泰山脚下 他封王茅仲为开府一同三四 这又是一个什么官啊 这官可太了不起了 整个唐玄宗一朝只封过四个人 一个是姚崇 一个是宋景 一个是王皇后的父亲王仁脚 第四个就是王茅仲 你想能够跟那些大人物比肩而立 这是何等的荣耀 这是说他是玄宗的心腹 那什么又叫宠臣呢 这个唐玄宗啊 跟王茅仲的私人感情 可是太不一般了 咱们知道感情就像酒一样嘛 它是需要靠时间来发酵的 那王茅仲很早就追随唐玄宗 两个人一起从这个青春少年 已经长成到人道中年了 这中间有多少情分在里头啊 所以呢 说起来是君臣关系主奴关系 但是实际上在感情上 那真是跟兄弟一样 何况呢 王茅仲又聪明伶俐 没少在关键时刻帮唐玄宗的忙 所以啊 唐玄宗对他特别有感情 那感情好嘛 自然赏赐就会非常的多了 皇帝嘛 想赏什么不行 所以赏给王茅仲的这个什么锦段啊 金箔呀 乃至豪宅呀 都是不计其数 这还不算什么 更要命的是啊 唐玄宗当时还不顾违反法律 非要赏给王茅仲一个夫人 那有人说赏一个夫人 怎么就违反法律了 其实这里头啊 有一个误解 好多人都说中国古代是实行 依夫多妻制度 其实这不对 中国古代实行的是 依夫依妻多妾制度 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 只能有一个夫人 只能有一个正妻 其他的都得是妾 那可是王茅仲在唐玄宗 当上皇帝之前 他就已经结婚了 已经有一个太太了 可是唐玄宗想 这皇脸婆哪里配得上王茅仲啊 不行啊 我得再赏他一个漂亮吧 赏了王茅仲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可是大家也要知道 那皇帝赏的能让人家做妾吗 那是对皇帝不尊重啊 那要不要像唐玄宗对王皇后那样 把前面娶的妻修掉算了 王茅仲在这一点上 还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他跟唐玄宗讲 遭抗之妻不下唐啊 我可干不出来那样的缺恶事啊 这个妻我不能修 那唐玄宗一看 王茅仲在这左右为难的样子 他就笑了 跟他讲啊 法律都是咱们制定的 法律还能管得了咱们吗 这两个都算是正妻 全都封为国夫人 也不要分哪个是妻 哪个是钱 这样一来 王茅仲就有啊 两位夫人了 每次宫里头赏东西 给这些官员娘子的时候啊 人家王茅仲都拿双份 因为别人一个夫人 他两个夫人啊 那这个有了太太嘛 自然儿子也就会跟着来了 王茅仲儿子更不得了啊 不得了到什么程度呢 他这些儿子生下来都封为无品官 那绝大多数人一辈子 也混不上无品官的呀 而且呢 这些小孩一能走路 就经常被请到宫里去 做客人 陪着皇太子一块玩 那连宰相的小孩 也没有这样的待遇 通过蒙曼夫教授的分析配谈足 王茅仲在李隆基登上皇帝之位后 并没有以功臣自居 而是任劳任怨 尽心尽力的干好本职工作 这使得李隆基对家奴王茅仲的后患 几乎超过了朝宗的宰相 那么作为皇帝身边的红人 王茅仲究竟具有怎样的影响力呢 那眼看着王茅仲在皇帝面前这么红 就开始有人跟他越走越近 谁跟他越走越近了呀 万纪的那些将军 万纪我们讲过 李隆基发动 唐龙政变诛杀为皇后的时候 动用的就是万纪的将士 万纪将士决定效忠李隆基 也是那次政变成功的关键 所以在政变成功之后 李隆基就把万纪的立功将士 都封为唐元功臣 而且官也是一级一级的老往上仗着 那么这些万纪将士他们跟王茅仲是什么关系 我们原来讲了当年唐玄宗和万纪将士之间沟通的联络人就是王茅仲 应该说万纪能够最终决定支持李隆基 人家王茅仲是有一半的功劳的 所以历史渊源就很深 那在开元年间 这个王茅仲又管上战马了 那跟这个万纪的关系就更深了 因为万纪是骑兵啊 这个王茅仲管着军马 这两方面不是经常有工作联系吗 经常要打交道 那么现在呢 眼看着王茅仲在皇帝面前这么红 这些万纪将领谁不巴结他呀 一来二去虽然说王茅仲没有在万纪担任任何职务 但是万纪那些将军全都对他唯命是从 王茅仲简直成了万纪的最高统帅 那么王茅仲和万纪走得这么近 唐玄宗他有没有意见呢 应该说当时唐玄宗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虽然王茅仲当时已经是一个大将军了 但是在玄宗的潜意识里呀 还就是那个聪明伶俐的小家国 在唐玄宗看来啊 让王茅仲管着战马 再让他对禁军也起支配作用 让他一个人管着两摊事 这不就跟我自己管着一样吗 他是把王茅仲视为自己的心腹和代言人看待的 所以对于王茅仲向禁军插手 他并没有意见 那么就在皇帝的这种纵容之下呀 王茅仲和禁军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了 禁到什么程度呢 开元17年 王茅仲家里迎来一件大喜事 他的女儿出嫁了 嫁给谁了呀 嫁给半继的将军葛福顺的儿子 王茅仲跟葛福顺成亲家了 那葛福顺我们原来也讲过 那是唐龙政变之中前敌指挥之一 那次立了大功的 所以当时他已经是万计的最高统帅了 那你看王茅仲是管马的头 葛福顺是管兵的头 这两个人结为亲家 门当户对 王茅仲也挺开心 因为这个葛福顺跟他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从老朋友做成亲家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舒心的事吗 王茅仲虽然没有在军中任职 但是由于皇帝的宠爱 再加上与军界错综复杂的关系 使他成为军界的无冕之王 然而风光无限的王茅仲 在不知不觉间 使得同样是奴才的宦官们不可行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宦官为什么就会看不得王茅仲高兴 几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 这是出于嫉妒 宦官怎么会嫉妒王茅仲呢 其实他们都属于所谓的内定势力 宦官固然是皇帝的奴才 那这个王茅仲也好 北门的那些万济将军也好 这都是皇帝的奴才啊 因为这些将军们驻守北门 所以当时人们就管他们叫北门奴官嘛 这就好比啊 这个宦官呢 是皇帝的贴身仆人啊 王茅仲呢 是皇帝的马童啊 这个北门那些万济的将军呢 是皇帝的这个保镖 现在呢 马童和保镖勾结在一块了 而且挺红 那贴身仆人他能痛快吗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记得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宦官看不上王茅仲的第二个原因呢 是争权 要知道 在开元中期的时候 不光是王茅仲在那儿红得发紫 也正是宦官势力取得大发战的事情 宦官哪来的势力啊 其实说白了还不是因为皇帝有势力 而宦官整天在皇帝身边待着 他这个位置重要啊 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 萝卜不大人长到背上了 宦官本身没什么能耐 但是人家在皇帝身边 他们这个金口一开 抵得上别人千言万语 就因为想要得到他们的这个美言吧 无论是中央官呢 还是地方官呢 当时都经常要巴结宦官 宦官收礼就收到手软 这么多钱干嘛呀 买房置地呗 所以呢 资质通鉴就记载 说当时京城地舍 交机田园 参办 结宦官 什么意思呢 当时朝安城里的房子 朝安城外的土地 有三分之一到一半都被宦官占据 经济势力已经很膨胀了 那么光有经济基础 当然也不够 这时候呢 宦官在政治上也开始展露头角 宦官在政治上 势力最大的 风头最贱的那个人是谁呀 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大名鼎鼎的高丽师 高丽师我们知道 其实本来也是武将之子啊 后来因为家里犯了事了嘛 就成了宦官了 在武则天时候就进了宫 很有经验 很早呢 也开始追随唐玄宗 两次政变他都参与过 所以也是功臣 唐玄宗对他也觉得很贴心 所以当时已经是宦官的头了 那相当于是唐玄宗的大管家 因为是大管家嘛 所以高丽师整天就在唐玄宗身边伺候着 什么事他都能插进话去 开元中期呢 王毛仲固然是轰得发紫了 高丽师也在这儿炙手可热呀 这他们俩的关系相当于谁和谁的关系啊 有点像三国演义里周瑜和诸葛亮的关系啊 估计高丽师也整天在那儿想了 寄生鱼和生亮 这是第二点原因 争权 第三个原因是王毛仲这人太高调了 本来这个宦官还有王毛仲还有万帝那些将军 他们身份都差不多嘛 按照《红楼梦》的说法 那叫梅香拜靶子都是奴才 是吧 可是此奴才偏偏看不上比奴才 王毛仲他就瞧不起这些宦官 连高丽师这样的大宦官都不放在眼里 更不要说那些小宦官 人家好歹也是皇帝的奴才 在王毛仲看来跟他自己家的奴才一样 对人家很看不上 稍不如意就把人家骂得狗血喷头 这宦官哪能高兴啊 基于以上三种原因 宦官集团与王毛仲结成了冤家 可是王毛仲对军界具有更大影响力 在某种意义上下 他实际上掌握了大唐帝国的相杆子 所以皇帝李如鸡对王毛仲也是非常仁仗 那么手无寸体的宦官 究竟会用怎样的方法来打击王毛仲 对于王毛仲很看不顺眼 那怎么样才能打击一下这个人的嚣张气焰 那宦官的总头目高丽氏就出马 高丽氏怎么出马 是不是直接跟皇帝讲 王毛仲有这样的不足 调缩调缩皇帝和王毛仲之间的感情 能不能这样做 不能这样做 因为高丽氏是个聪明人 说话做事是很有分寸的 他知道你作为一个宦官 经常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 讲别人的坏话 这是不得体的 也是危险的 那么他不能亲自出面去说 让谁去说 谁去出这个头 刚才我们不是讲 好多官员那个时候 都走高丽氏这个路线 所以高丽氏跟朝廷里 好多人都不错 他想先让一个官员去探探路 毕竟官员他有这个职责 他们想要说谁都可以 那么谁去探这个路呢 当时有一个吏部侍郎 叫齐缓就来做这件事 就是在开元17年的6月份 也就是王毛仲嫁女儿之后没多久 这个齐缓就找到唐宣宗 说了这么一番话 齐缓说呀 福顺便兵马 与毛仲为婚家 小人宠籍则奸绳 不欲图且有痛患 包丽氏小心谨卫 加坏人可被尽忠驱使 复心所为 何必毛仲在 什么意思呢 他说啊 葛福顺呢 他手里是管兵的 王毛仲是管马的 葛福顺和王毛仲结婚 这个事情是有危险的 小人嘛 你宠他宠得太过了 他就会有不法行为 如果我们现在不提前考虑的话 会有后患的 他说王毛仲不行 那谁行呢 接着齐缓不是话锋一转吗 说高丽氏不错呀 高丽氏他是一个宦官 可以在宫廷里头驱使 如果陛下一定要有一个心腹的话 干嘛不用高丽氏 非得用王毛仲 齐缓说了这么一段话 那么齐缓到底是谁呀 其实我估计可能有些朋友会有印象的 我们讲过这个人 就是姚虫问他 我是什么样的宰相啊 齐缓说你充其量之事 旧时在相 这个齐缓就是这个齐缓 在唐朝以博古通金著称 是玄宗时期著名的小诸葛 那么齐缓说这番话 就是非常有分量的了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愿意听他的告解 这段话的分量在哪呢 他点出了一个问题 说本来兵和马分别管理 这就有相互制约的意思在里头 而现在呢 兵和马因为王毛仲和葛福顺通婚 都跑到他们一家去了 那如果说王毛仲永远忠诚于皇帝 这个事情还好办 可是谁能够左右别人的思想 谁能够保证王毛仲一辈子忠诚 一旦他的忠诚发生动摇 皇帝你不觉得危险吗 你这是存在巨大的隐患 那如果说王毛仲 你信任他有风险的话 相对来讲信任高丽是会好一些 因为他是宦官 受制于他特殊的身体因素 他的忠诚度要比其他人要高 这是齐缓的主题意思 这个意思说的很清楚 那唐玄宗一听呢 也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齐缓说的有道理 而且正是从齐缓这番话里头 他想起来一件事 什么事啊 就在这个事情之前不久 王毛仲曾经跟唐玄宗提出来 想要当兵部尚书 兵部尚书是什么官啊 那是掌管全国军政的官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岗位啊 那当年啊 这个姚崇也好 张苑也好 包括后来萧松也好 都是从兵部尚书这个岗位 然后走上宰相的岗位的呀 这哪是一般人能当的呀 更不要说是王毛仲那样的人了 所以当时王毛仲提出来的时候呢 唐玄宗就当笑话一样拒绝了 可是现在重新回想这件事 他觉得这里头问题不简单 王毛仲也是有野心的呀 他已经都能控制禁军了 他还想向国家的军队插手 那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他的野心还有没有止境啊 那么想到这里呢 唐玄宗就跟这个齐桓讲 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忠诚的人 知道你是为国家着想 可是这事呢 他不简单 是一件大事 你容我好好考虑考虑 好 你先回去 那么齐桓说皇帝 你慢慢考虑不要紧 是得慢慢考虑 但是呢 我提醒你一句 你要保密啊 俗话说的好啊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什么意思呢 皇帝你要不知道保密 你会失去大臣的信任 以后别人不会再跟你说什么了 如果大臣自己不知道保密 那是连脑袋都有危险的呀 唐贤宗心想 我搞这么多年政变 这点道理能不懂吧 别废话了 你回去吧 齐桓走了 可是没过几天 这个事情还真就泄密了 怎么泄的密呢 齐桓自己给说出去了 这又怎么回事啊 当时有一个小官叫麻茶 因为一点事情给贬官了 齐桓恰好跟麻茶是好朋友 他就去给他践行 那么践行就要喝酒 酒一喝多 人就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了 反正齐桓就跟麻茶开始议论起朝政来 议论来议论去 就把自己跟唐玄宗提建议这事 像竹筒盗奏子一样 都倒给麻茶了 那么话说完了 酒也喝完了 该走了 齐桓是走了 麻茶也走了 他走到哪去了 他直接走到朝廷去了 直接去找皇帝去了 说我要告密 告什么呢 他说齐桓刚才跟我讲 陛下要对王毛仲如何如何如何 这是大臣在泄露国家机密 我特来回报 那么听麻茶这样一讲 唐玄宗是什么感受 唐玄宗气坏了 心想齐桓 你不说这是一个秘密吗 我倒守着 你自己怎么把它泄露出去了 这让我多被动 你看这个秘密已经泄露出去了 就得考虑解决方法了 怎么解决 能不能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就把王毛仲给解决掉算了 不能这样做 因为这里牵扯的人太多了 你要是解决王毛仲问题 就要顺便解决那些万计的将军问题 而将军手里都是有兵的 万一解决不好 引起政变怎么办 所以这个事情 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绝不能冒进 那不能冒进 就只能拿齐桓来开刀了 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去 而且唐玄宗也看出来了 这个麻茶居心迫策 就为了自己能够将功折罪 不惜出卖朋友 这是一个心地极不善良的人 这样的人绝不能留在朝廷里 怎么办呢 定了一个罪 说齐桓和麻茶两个人肆意议论大臣 挑拨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关系 把皇帝和齐桓的这通说法给安到齐桓和麻茶身上去了 两个人都远远的贬到地方去了 那么这两个人贬官了 事情其实也就闹出来了 王毛仲心里怎么想 他是不是有点紧张 王毛仲确实是这些年得宠太厉害了 脑子都不够是 他一点都没紧张 相反他那个乐 他心想我是什么人物 树大根深 你看这两个人 这两个小文官 他们居然想要撼动我 真是自不量力 你看我这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 他们两个自己栽了吧 看来我没问题 皇帝对我还是圣眷游龙 这样一想 他就更放肆了 不知道收敛 那么他不知道收敛 他的那些万计的哥们就更不知道收敛了 那是粗人 所以整天就是赌钱喝酒 快一言愁 最后闹到什么 闹到在大街上 大白天就杀人的那个地步 真是无法无天了 是通过大臣打击王毛仲的启发 表面上看是失败了 但是 高丽氏敏感地觉察到 唐玄宗对王毛仲 越来越膨胀的权力 已经心存戒心了 但是王毛仲缺乏危机意识 依然有心往处 弃而不择的高丽氏 在耐心地寻找了机会 那高丽氏还会使出怎样的杀手锏 到开元18年年底 机会来了 再不回事 这一年 王毛仲的夫人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到小孩满三天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中国有洗衫的习俗 唐玄宗就派高丽氏 去给王毛仲道喜去了 那道喜不能空手去 肯定带了大批的礼物 同时还让高丽氏跟王毛仲讲 按照惯例 仍然封他这小孩为无品惯 高丽氏就领命而去了 去了一趟 回来他得复命 唐玄宗就随便问了他一句 王毛仲这次高兴了吧 就这一句话 让高丽氏心里打了一个机灵 他想机会来了 怎么回答这句话 高丽氏说 王毛仲高兴不高兴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就抱着他这三天的小孩跟我讲 这孩子难道不配当三品官吗 他是这样跟唐玄宗说的 那这句话厉害不厉害 这句话是相当有分量的 他的分量在哪 首先这句话死无对证 古代也没有录音机什么的 这话是不是王毛仲说的 谁也不知道 反正高丽氏说 这是王毛仲说的 这件事在旧唐书 新唐书 以及资质通鉴之中 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 高丽氏通过这么一句话 还把王毛仲和唐玄宗之间的感情基础给破坏掉 唐玄宗和王毛仲之间的感情基础在哪 我们一定要设定这是一个主子和一个奴才之间的感情 那么主子要求奴才做什么 其实古往经来主子对奴才的要求 就是绝对的忠诚和绝对的感恩 只要奴才能够忠诚于主子 感恩主子 那么他无论做什么其他的坏事 主子都有可能谅解 可是现在通过高丽氏这番表达 王毛仲成了一个不知感恩的人了 他居然怨恨起自己的主子来了 哪一个主子能够容忍奴才怨恨自己呢 所以听了高丽氏这番汇报之后 李隆基马上就生气了 他就跟高丽氏讲 他王毛仲是什么东西 当年就是个两面派 在唐龙政变的时候 他是首属两端 他还偷偷的跑掉 我都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现在他居然敢因为一个小孩子来抱怨我 那高丽氏一看 唐玄宗居然动了真气了 马上又跟进了一句 他说呀 这个北门万济那帮奴才啊 其实都很嚣张啊 个个都像王毛仲这样 而且呢 王毛仲跟他们那些人还都是一条心 这些人如果不收拾的话 后患无穷啊 大家听听这是谁说的话呀 这不就跟当年期缓的那句话一样了吗 等于再次提醒皇帝危险仍然存在啊 就这么几句话 王毛仲的命运就算是结定了 开元19年的1月份啊 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安排之后 唐玄宗突然下诏 变王毛仲为乡舟别家 在他去的路上就派人把他给累死了 那么王毛仲死了 他在万济那帮朋友呢 那也一个一个收拾吧 以葛福顺为首的那些万济的将领们 都被贬到地方去担任别家去了 一下子清除出去几十个人 在内庭的争斗中 以大宦官高丽氏的胜利而告终 他取代了王毛仲 成为唐玄宗新的心腹宠权 那么高丽氏又会获得唐玄宗 怎样的宠爱呢 我们从高丽氏的女宠 又会看出唐玄宗 怎样的用人思路呢 过去唐玄宗看不见王毛仲 就闷闷不乐 现在他是看不见高丽氏 就睡不着觉了 这话怎么讲 这是唐玄宗亲口说的 他说历世上职 无情则安 说只有高丽氏在这值班的时候 我睡着才踏实 听皇帝这样说了 高丽氏也很感动 感动之余 家也不要了 高丽氏是大宦官 在外面既有郊妻又有豪宅 这些就都少见一点 每天晚上就在这陪着皇帝 伺候着皇帝安秦 让皇帝能够踏踏实实睡一个好觉 那么这是生活上的信任 生活上的信任其实还不算什么 关键是高丽氏从这时候 也就开始取得一定的政治权利了 怎么取得的政治权利呢 当时各地不都有奏章上报给唐玄宗吗 要求皇帝批复啊 可是啊 这个奏书太多了 皇帝也批复不过来呀 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 唐玄宗就跟高丽氏讲 你先过一点 大事再交给我 小事 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那就把一部分行政权力等于让度给高丽氏了 这是行政权力 那么除了抓到了一部分行政权力之外的 高丽氏也向军队插手了 他就跟唐玄宗讲啊 现在宫廷守卫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的呀 怎么加强呢 没过多久 一支由宦官组成的内飞龙兵就应运而胜了 咱们都知道的那个啊 唐素宗时候的大宦官李甫国就出身于飞龙小儿啊 那么组建了这支军队是干嘛的呀 那不是分割万计的权力了 可以说呀 从这个时候开始唐中期以后宦官专权的这种局面 已经是出漏端倪了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高丽氏和王毛仲之间的兴衰交替呢 我想首先呢 咱们确实得赞一下这个高丽氏 他这个心肌和手腕确实不一般 一个大宦官的风采啊 已经是出漏端倪了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虽然这里头确实是充满了争权夺利和阴谋诡计 但是总的说来 铲除王毛仲的势力还是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 因为我们讲的很清楚 唐玄宗本来是靠王毛仲和万计将士 对他的个人忠诚来保证稳定的 可是个人忠诚是不可靠的 他容易产生变故 特别是在王毛仲这个养马的官和葛福顺这个带兵的官结合在一起之后 这个风险就加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 唐玄宗能够做出决定 铲除王毛仲及其党羽 这也算是啊 这个当机立断的英明之军 那可能有人也不同意 说你铲除了王毛仲了 然后又提拔了高丽氏 这不叫做前门巨虎后门迎狼吗 是不是这样 应该说也不尽然 因为宦官特殊的身体原因 他们对于皇权的这种敬畏和忠诚 是远远高于其他势力的 而且就从个人素质上 这个高丽氏也比王毛仲要懂尽粹之分寸 他要比王毛仲成熟很多 所以真的就像齐桓所说的那样 如果皇帝一定要有一个心腹的话 用高丽氏远比用王毛仲安全 那么随着王毛仲的死亡 这个内庭斗争又告一段落了 可是就在这前后 朝廷里头宰相之间又斗起来了 那么宰相之间是怎么一个斗法呢 咱们下集再说 在任命宰相的问题上 唐玄宗算得上是有火眼金睛 有识人之志 但再英明的皇帝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唐玄宗他一走眼 导致了唐朝开元中期朝政纷争不乱 宰相像走马灯一样的频繁更换 那么这一时期都出现了哪些多多怪事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长恨歌词 盛世威情 第四集 宰相纷争